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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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我們看第一頁 就是高地記第一上 關於這個記字 我們借這個機會 就是說讓同學看一下這個柱 這個柱怎麼個讀法 當然了他這個都沒有斷句 我給同學稍稍斷一下 就是讀一下 那麼詩谷曰 這個詩谷呢 當然我們就曉得漢書 漢書的這個柱家 顏詩谷 對了 上次很抱歉 那個宋橋 這個鄭橋 這個宋朝人 我就想著宋朝 不是唐朝 抱歉 所以孔夫子就說 說言冤哪 語言無所不悅 對我的話 他都雙手雙腳贊成 所以孔夫子覺得 對言冤如果他覺得有什麼遺憾的話 就是這一點 他從來不反駁老師 不嗆老師 所以同學能夠這個告訴我 錯了 錯了就要認 就要改 對 中國古人是認為 一個人對於過的態度 能夠看出一個人的修養 沒有人不犯過失的 是吧 孔夫子也一樣 也像那個月亮的時一樣 也會有過失 只是說 有的人呢 聞過 能夠第一 認過 第二呢 毅力強 能夠立刻改過 聞過 立改 那這個就低等的人 改了以後就沒有過了嘛 是 那麼有的人當然說 認了過 但是毅力不夠 比如說我們說 放暑假以前 我們就說 這個暑假好長喔 兩個多月 三個月 我要背英文 我要收拾抽屜 我要幹嘛 幹嘛幹嘛 好多事啊 然後炎炎夏日 正好眠 晃來晃去 暑假過了以後 然後就覺得 好後悔 好懊惱喔 哈哈 一樣 半樣也沒做 別說一樣 很懊惱 那下一次呢 還如是 還是一樣的 不斷的 這個反复 那當然 有的人就是說 死不認過 我們覺得一個人的錯 就錯在哪裡 我沒有錯 這個就是他的錯 死不認錯 他既然不認錯 還改什麼錯呢 當然就不改 所以像史記 史記太史公 暨信領軍列傳 其他的 就是春生軍 信領軍 但是呢 對於信領軍是 魏公子列傳 特別 四公子中間 太史公對信領軍 特別的推崇 裡面呼了公子 呼了147次公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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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極度的尊敬他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這個人 他有人門客告訴他 他錯了 他歷史就改 這一點就是很不容易的 非常人所能期 我們一般人難免會有一點問過是非 難免了 就是要凹一下 要凹個道理出來 好 那麼這裡說這個岩石谷的柱 這個 等一下我們要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岩柱 還有我們今天用的這個補柱 岩石谷說 記 李也 同理眾士 而細致與年月折也 他解釋這個記字 高地記嘛 這個記字 那麼補柱呢 引了王先慎 所以這個地方 你說不是王先謙嗎 怎麼又跑出一個王先慎 這個王先謙呢 清朝人嘛 這個近世出身的清朝人 先謙呢 他是清朝算是學識非常扎實的 那麼他曾經這個續過黃清經考 續過古文詞類竄 都是功夫很深的 不過他的學問呢 偏重在考據 其實呢 這個一點也不突兀 因為清朝的學者 智學的方向一般都是重考據 這個是有原因的 因為清朝是一族入主 是滿清人嘛 再一方面他們是比較馬上得天下 文化水平啊 我們現在說文化水平是比較低的 所以讀書人呢 就是說為了自保 所以呢就很少向宋朝搞義理 因為搞義理的話就是搞思想 很容易出問題的 你一搞不好那就會出問題 那你搞考據的話 那個玩兒是比較死的東西 某一個字是某一個意思 這個玩不了什麼花樣嘛 所以主要還是有為自保的關係 所以清朝一般學者 這個考據學啊都是很在行的 那麼王先謙是其中啊 這個佼佼者 而王先生我們就講到了王先謙 這裡呢我們漢書的補助是王先謙的 那如果明年如果明年我照著網曆的話 我明年開荀子 我荀子的本子就是用的王先謙的荀子 叫住 這個就是用的王先謙的 然後這個王先謙呢 慎呢是他的唐兄弟 是王先謙的唐兄弟 他有這個韓非子叫住 所以他們唐兄弟也一個搞荀子 一個搞韓非子 我們都知道 韓非子是荀子的學生嘛 這個思想上一脈相承 雖然荀子一般把它視為大儒 是儒家的這個大家 但是他卻交出了兩個這個法思想 跟法的實行家 一個是韓非思想的 一個是李斯是實行的 所以再怎麼講 你說他是儒家 他卻交出了法的大弟子來 那他這個唐兄弟王先生 就是註解了韓非子 韓非子叫住 所以他引了他唐兄弟的說法 說說文統下雲氣 他引了說文 那麼氣下雲就是氣這個字下面 說文的氣這個字下面是怎麼說呢 說這個氣字是思別 那麼思別是什麼意思呢 凡思必有端 有頭 我們說端序端序嘛 端就是頭 說別者尋其端固為記 那麼淮南 淮南是一部算是雜家的書 他包含很多種思想 有點跟這個呂師春秋有點類似的 他就是說包含很多種思想的 淮南子的太族訓這一篇說 說簡直性為斯 然非得與共煮以熱湯 這個用熱湯去煮 煮這個煎嘛 這個湯字我們特別要看一看 這個湯絕不是我們吃的 什麼紅豆湯 綠豆湯那個湯 孟子裡面說 冬日則飲湯 夏日則飲水 所以那個湯是什麼 熱水很好 所以那個日文裡面寫這個 湯全部是叫你去喝什麼酸辣湯耶 就是叫你去洗澡 所以常常這個澡堂這個門簾 就寫一個湯 或者寫一個湯 寫一個湯 就是這裡面有熱水給你洗澡了 不是說讓你去喝湯了 所以這個湯是 我們成語裡面固若金湯 那個湯就是說 外面的護城河好像裡面通了熱水一樣 你過來一過來就把你燙熟了 然後這個銅牆鐵壁 所以這個金不是金 現在一直漲價落價那個黃金 那個金是銅 是紙銅 所以我們說銅牆鐵壁 這個城牆就像銅牆鐵壁一樣 外面的護城河裡面是燙燙的 你敢過來嗎 我們這個很堅固的 而抽其統計則不能成私 說李契鄭柱雲記者私旅之術有記 此記字本意隱身之為凡是統計之稱 實際稱本記班書單用記字 皆美帝事實分別統計之意言說非 所以這裡我們就看說這個 中國人說說文人相親自古而然 這個補助裡面常常都是說言柱非 他錯了他不對 其實我們覺得嚴世古這個柱 只是沒有補助這麼清楚 實然還不至於說是非吧 好 這個關於這個 他這個當然柱得很仔細很仔細的 我們當然不能夠完全看 如果看的話 因為我上左傳上了很多年 曾經有同事問我說 他說你這個上左傳啊 你下策會上到嗎 我說我有用啊 但是我上策不是說全部都講了 我說您為什麼要問我這個問題 他說我以前上左傳上了一年 盧影公元年還沒有講完 一年盧影公元年還沒有講完 那那個當然就是說非常非常仔細 就是說講的就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說上課要看你站在哪個角度了 貪多是攪不爛的 那我是希望比較 比如說我們這個漢書 當然了首先古人就是說 讀書一略四字 所以我非常堅持的 就是說 無論如何 在遜古上能夠帶著你們 比如說這個古柱怎麼個讀法 你比如說王先生曰說文童下雲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文解字的 童這個字下面怎麼說的 就是紀言 就這兩個字 那你這個看了以後 你以後就會讀說 他是這樣子註解的 那麼另外當然我們說過就是關於文法上的問題 古代也有文法 我慢慢的看 那麼看多了以後慢慢的試著 你自己有興趣 你比如說看了看了漢高足 然後也許你自己去看這個五帝記 看看劉徹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 自己去看 這個很有意思的 好 那麼關於這個住家 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慢慢的看他們的柱 就各善盛場 有時候 岩石谷當然了 他的柱能夠保留那麼久 當然他有他的學術地位 也不是這個王先謙一個妃字 就可以全部抹殺的 這個絕不是這樣的 好 我們看說高祖配風邑中陽裡人也 我們寫這一句 他是風邑中陽 這個樣子 是不是 不是 這兩個句子看起來好像 就是說假如說你把它看成一個句子的話 這個句子好像沒有動詞 你不會覺得嗎 高祖一個人 配風邑中陽裡人 這個是句末語氣詞 我們說一個句子你再減 減到最後你可以只有一個動詞 比如說來就可以了 你給我來 你給我來這裡 你給我快快來這裡 然後不斷地修飾 不斷地加強 但加長 但是無論如何 你一個句子一定要有動詞 那麼這裡好像沒有動詞 那麼怎麼可能呢 他有動詞的在這兒 這個句末 這個句末是也字的時候 如果你加標點符號的話 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肯定的句末語氣詞 一個是這個疑問的句末語氣詞 所以這個句子這個是一個表示 第一表示這個句子是肯定的 不是疑問的 第二 他的動詞就寄託在這上面 高祖是配風邑中陽裡人 那麼這個如果放在句末 他是疑問詞的話 就相當於這個也 這個也不就是一個問句嗎 所以他這個也字放在句末 就是說句末語氣詞 他是肯定的還是疑問的 那你自己要去判斷 判斷這個句子是肯定句還是疑問句 所以就是這個句末 放在句末很重要的 就是高祖是配風邑中陽裡人 好這個高祖 尋曰說這個匯邦字 匯邦字記 邦之字曰國 張燕曰 離釋法無高 以為公最高 而為漢帝之太祖 故特啟寧焉 所以我今天發了這個釋法給同學 這個沒有拿的同學沒關係 下課的時候再拿 就是說釋法裡面沒有高 比如說武啊文啊 這個是我們比較習見的 憂啊利啊這個 那麼這個地方啊 劉邦為什麼是高祖 那就是說當初是認為 他的這個功勞是頂級的超級的 而且是漢帝的太祖 所以這個尊他為高祖 這個釋法 這個釋法 就是說一個人死了以後 其實就是平民百姓 先生死了以後 太太也可以給先生一個釋法 大概古代的女人呢 只有這個時候可以抱一生之恨 如果他對我不好的話 我就給他一個爛釋法 讓他一輩子改不了 他也不能起來說不行 我很好 你為什麼給我這麼爛的追思的稱呼 那麼君王過世以後 是由繼位的新君給他一個追稱 就是根據他生前的德性給他一個稱呼 所以說說 所以孝子賢孫不能一言 即使後來後代都很好 你自己做事你自己要負責 不是說你後代很好 你就可以得到美稱的 完全看你自己的行為 所以這個是 劉邦啊 我們現在不是說劉邦這個人嗎 他會邦 也就是說後世啊 把他的名字視為邦 那劉邦呢 是他的字 其實我想也不是他的字 其實他伯仲淑季嘛 就是排行啦 這古代人就是說 都是論排行的 可能同學以前讀過季十二郎文 那個十二郎文說 他兄弟好多 古代的時候唐兄弟都放在一塊兒算的 所以可以到三十幾 就是說唐兄弟都放一塊兒算 所以這樣看的話 古人好像比我們現在人 還落落大方一點 唐兄弟都在一塊兒算 現在就是說 不是親的嘛 是唐的嘛 感覺還是隔一層的 古人的這個唐兄弟 是看得是很親的 像那個過世沒有多久 那個帕瓦羅迪啊 那個南高音啊 聽說他家裡好像五六十口 你說他家人怎麼那麼多 因為他掙了很多錢 所以搞了一個很大的房子 五六十口都住在一塊兒 就是說唐的 唐兄弟什麼東西 整個大家族都住在一起 其樂融融啊 很開心的 家大業大 家大業大 所以一般呢 是他的名字是幫 所以後代就會幫 而不會寄 因為寄把它視為他的字 其實我們說恐怕就是他的排行 那古人有的時候 就是說家大人 這個 父親了 可能文化水平不高 比如說扁總統就是嘛 對不對 扁居說他 他根本就是 就是什麼那個 啪那個聲音嘛 給他取了一個 就扁啊 扁啊 那扁啊 那不是什麼名字的 那後來就變成他的名字了 所以因為把寄看作是他的字 所以不避諱這個寄字 所以比如說寄步 就是那個音步啊 這個寄步 所以這個寄步還可以繼續姓寄 不必改 就是因為不會 不會這個寄字 寄視為他的字 所以不會 幫就要避諱 這個會 我們上次給同學講過的 古人對於這個避諱 尤其是國軍的會 這看得很重的 所以 比如說 孔秋 這個秋字 這個都是這麼音的 這個是秋字 就是少寫一筆 那麼也不讀這個秋的音 讀某 所以要說孔某人孔某人 那是這麼寫 這根本錯了 就是這個 孔某 就是說 對於 古代的這個避諱嘛 說為尊者會 為賢者會 為親者會 尊貴的人比如國軍 國軍的名會 我們既不敢用也不敢讀 寫的時候也要避為親者 父母親的名會 所以現在竟然有年輕人 這個指名道姓對長輩 這個是非常沒有禮貌的 非常非常沒有禮貌的 雖然我們說時代不同 可是人還是人呢 我是覺得不管時代怎麼變 人還是人 那麼人跟人之間相處 總有一些規範 有一些入 有一些規則 所以我一直跟同學講 你千萬默信說外國人都是很隨便的 隨便呼名道姓 我告訴你 絕無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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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兒從到Julia以後 她從來沒有敢呼她的鋼琴老師的名 從來沒有 都是Miss Carlson Mrs. Tenner 都是叫什麼先生什麼小姐的 從來沒有 即使她很客氣說 Call me Peter 你也不要上鼻子上臉 你要知道分寸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分寸拿捏好 否則別人就覺得你 比如說很不懂得這個 應對進退之間的分寸 好比說我今天來的時候 這個電梯電梯開了 女同學呢 就硬往電梯 我還沒有走出去 照說話電梯應該先下後上 我還沒有走出去 她就硬擠進來了 就怎麼辦 所以我就瞪了她一眼 我也不好 我也不想跟她講說 這個電梯不是給你這樣的人坐的 電梯下面寫得很清楚 給師長跟殘障的同學坐 如果全部都坐電梯 那個電梯你排吧 你排到什麼時候能上來 所以同學我們覺得 到哪裡都要守規矩 你守規矩就不會惹得自己 就是說沒臉 多年前我也是在普通教室一樓上課 那麼因為那次我是補課 禮拜六下午我補課 所以中午的時候 我就到休息室 那個時候我們禮拜六還排課的 那個時候沒有週休二日 週休一天半 所以我到下面去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同學呢 沙發上睡了同學 橫欸 橫臥呢 睡了 那旁邊的那個那個 Loft chair上面這樣子 兩個人這樣子 那我看了一下我想說 反正等一下就上課 我就拿一個粉筆 拿一個插手筋就好 我就在旁邊等一下也無所謂 但是後來有一位老師進去 就把他們叫起來 說認不認識字啊 外面去看一看 所以同學就 書包拿了這樣 真是落荒而逃 我相信他回家 會覺得有些懊惱 被人家認為不是字的 那是那是你自找的 自取其辱 自找的 所以我們希望同學 就是說在外面 要橫手奮計 不要招來這種恥辱 台大人嘛 都是很自尊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同學 在行為上能夠自我約束 這個配啊應該是配線 封義這一個不是線 它是這個配線 配線就是現在所謂徐州府 徐州人 所以徐州啊是出了好多好樣的 這個 蘇氏曾經說過說 吳州下意生流季 我們這個地方啊出了個 劉老三 你不是說博仲淑季嗎 但是呢就是說 經常如果沒有老四的話 那麼提前一個 就是說 還還是稱其博仲淑季 吳州下意生流季 隨屬區區章魚裡 蟲痛一季已成癌 唯有黃樓流四水 零四水 所以這個蘇東坡是很自豪 他說我們這個地方 連皇上都出過了 那麼至於說 唐朝那些手編的什麼 張建峰什麼 啊那種去去去去去 一邊站著涼快去 那麼現在留下來只有黃鶴樓 黃鶴樓是誰建的 蘇東坡建的嘛 所以只剩下我留下來的這個黃鶴樓啊 還在那立著 非常地自豪的 蘇東坡這個人是 當然了他足以自豪 他有那樣子的那個 同學有什麼問題嗎 嗨 黃鶴樓不行嗎 是 是 是 有問題嗎 好我們 我們回去的話 我再回去考察一下 我記得這個詩是這麼寫的 蘇東坡 我說順口 有時候沒有細想 我回去查一查 下一次把那個詩寫給同學 我覺得那個詩很好 很自豪 嗯 無論這個徐州府啊 自來 就是說 出好樣的 不過這話說回來 你比如說 山東 啊 這個路 出了孔子 又出了孟子 然後呢 這個 聖賢 都出了 然後最後呢 就出什麼 就出 軍閥 就是 看到人家打籃球 哎呀 那麼多人搶一個球 多累啊 啊 都買幾個 每個人發一個 不要搶 就是這樣 那當然我們覺得 啊 好像很蠢 但是我們自己就是說 在逝者 是不是也有些表現 讓逝者覺得很蠢呢 所以人生啊就是說 要很牽 性流逝 這個性跟逝啊 真的是很麻煩 這個 是的 是的 就是 哪親 真的 那我 就是 做了 這本 是不是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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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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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